大家好 我是Terry 今天是講一下新角色Shadow Womblade 1.0 正常版本 我們訓練最強大的地方 就是可以配合Soul Shackle 進行二次攻擊 並且可以賺到一個手牌叉 因為它可以在牌組裡面揭一張去Banage 這樣就可以直接用 如果揭到3、4 你再加上手牌有4張 揭到4張 其實你是打8張牌 所以手牌叉可以帶到一個很強大的優勢 當然它也有一個致命的缺點 就是它可以在Banage區打出來的卡 都會是一張Blooddeck卡 在轉尾的時間是會扣血的 斷張扣 還有就是因為有很多下了Banage區的關係 有機會是會爆滴的 所以這裡就要平衡 先講一下Blooddeck 先講一下裝備 裝備上面 這個正常的W我會選擇Galaxy Black 因為它很便宜 1費 可以打1 但如果它在Banage區打一個卡 就會變成3攻擊 打中就會有1 其實是1費打4 所以效率很高 整套牌的核心都會打Blooddeck卡 所以它就可以做到一個很有效的效果 其餘的裝備 頭都有機會選擇Skull Cap 可以有3房 又或者可以選擇Shadow的卡 它是可以做到1費給Instant 就放一張Cabinage區 如果是Blooddeck卡 它可以打出來 另外就捉1 所以在那個攻勢上面 這一張新的Cabinage區 可以做到很有效的效果 不過唯一它會不會很壞 就是它沒有防 手也會用Z2的Runeblade手 有藍色牌的時間去做Rune card加攻擊 另外它會給到2加1 3房 也是很優秀的 鴿方面 這套Deck就會選擇這件C甲 它可以給到2費的Manna 只要你打一個 Non-Attention Card和Action Card 它就可以做 這套Deck都很多 所以這張卡都可以配合到 這一個頭 主要就是 如果面對法師的時間 它可以配合頭1房 可以做3房 法房裝 有頭 再加一件袍 再加手 3法房 或者可以2法房 2個Spell Void 擋4也可以 看看你先手後手 腳呢 選擇Snapdragon Scaler 有個高滑金 全套牌都很多卡 可以一費零費打出 做一個大Combo 好了 那裝呢 介紹到差不多了 說回那個牌組先 那牌組上面呢 我們主要的核心 都是打 很多Blooddeck Card 旁邊打輔助 那我先講一下 Non-Attention Card 配合 那這一件 Shadow Property 非常之好 因為它呢 可以加1 並且下一張卡 就可以有一個Free 的Go Again 並且可以確認 排組頂的第一張 如果是一張卡 你想它Banish的話 你可以Banish 如果是一張Shadow Card 那你可以打完之後 直接就Banish它 就可以賺多一張卡 可以直接在Banish 它打出來 所以這一張卡 是很配合到整個打法的 那這一張是一張 Non-Attention Card 那還有兩張 好了 那其次呢 又會藍色的 這一張呢 是Z3 CRU的R Card 那它呢 可以給到 Woon Blade的Attention Card 就有一個Go Again 如果打中 就另外會浪費 Rune Charge 那它的效率就變得很好 它可以有藍色的卡 可以有三個Pitch 或者它可以給到 一個Free Go Again 那譬如 Woon Blade Action Card 其實呢 Shadow Woon Blade 也是一張Woon Blade Action Card 那它就可以直接配合到 整個Dead的打法 那它呢 Woon Blade Action Card 我們有這張Gateway 那我們下六的 因為呢 這一張的效果非常好 好配合到 那它呢 就是Op3 那呢 Op3你選完就對了 那最好呢 最理想呢 打法我覺得是會將一些 攻擊力很強的 那如果有用不完的 的一些Blood Dead Card 就放底 那沒有Blood Dead Card 就先用了 因為Blood Dead Card 放底呢 你不會打打Dead的時間 去到 底全部都是藍色 那這樣就變成 沒有攻擊力了 你可以將一些 有攻擊力的卡 放到底 但是要Blood Dead 那這一張呢 它就是Op3 那揭第一張 假如啊 揭到的第一張呢 是一張Shadow Card 那 譬如這個是卡組 揭了出來 這一張 它是一張Shadow Card 所以就會給到 對方一個 一度的發傷 那這一個呢 是會先 完成了 解決了 你可以看看 對方吃不吃你的發傷 你再決定要不要 Banish 那其次第二個效果呢 就是如果一張 Shadow Card的話 就可以Banish Woon Blade Card 就可以一發傷 所以這一張Shadow Woon Blade Card 它就是做了兩個效果的 那 它首先是一張Woon Blade Card 那就刁一發傷 它現在一張Shadow Card 就可以Banish 那兩個效果呢 都做了 那所以呢 這張卡可以配合到 並且可以 去組織你自己 整個遊戲的攻勢 那這張卡我會落錄的 紅紅藍 那接著呢 就到Seat了 那Seat呢 都很優質的 因爲它拍出來呢 是零費 那又有Go Again 那打一發傷 那如果你要打Eclipse的話呢 那這張卡都必落的了 那整個刀呢 兩費的卡就不太多 一費兩費都有 那所以呢 就會打完三隻色 那所以在這裏呢 我們的 non-attention卡呢 其實已經是打著 十六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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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n-attention卡 那 要用衣服來講 就已經 一定用完了 那 那並且呢 都很多是Blood Dead來的 那這裏先放在一邊 好了 攻擊卡 攻擊卡呢 我們呢 主力呢都會是Blood Dead卡 那所以呢 我們這一張 這張卡呢 它的好處呢 就是它是零費 紅色的打三 那如果呢 你在 打過一張 non-attention卡的話呢 那它就可以在Banish區裡打出來 那我們這副Dead有十六張 這個回合基本上會有一張 那這張基本上一定會打到的 那大家留意一下 它是要打過non-attention卡 那這一張才可以在Banish區裡打出來的 那並且會有假日 那這一張呢 那這一張呢 我就會放 藍色和紅色 那其次呢 這一個呢 就是整個牌組的核心 Riff Bean 那它就是呢 打過多少張 那一張 non-attention卡呢 它就加多少功 如果打過三張 non-attention卡呢 它就加三功 那它這一張 3加3 就做到六 那這一張卡呢 它就不用打過non-attention卡 都可以在Banish區裡打出來的 那所以這一張的彈性就會大些 那這一張就一費 那這一張就會打完 紅黃藍 總共六張 那接著呢 到兩費的 那這一張 那這一張 reality呢 都很多人喜歡用的 雖然它是兩費 但問題呢 如果中過R King Damage的話呢 那它就有一個高華遊戲 那所以呢 如果配合呢 我們之前的 這張 Gateway呢 如果是反倒reality的話呢 對手其實呢 很大機會呢 明明平時就不擋你的髮箱 但因為看到 揭到它呢 那個髮箱都被迫要擋 那你就很有效地 就打走別人的手 因為它不想讓你這張卡又高啊 怕 那所以這張卡呢 都很優質的 那其次啦 這一張呢 就都是Shadow and Black Card 如果打中RK Damage的話呢 就加2 即是說兩費打6 那它都可以從Bandzone打出來的 那這張我下一張的 好啦 那整套Shadow and Womblade卡呢 那這一張呢 可以說是 打一個最大的傷害呢 必備的卡 這張Arts of War Arts of War呢 在Shadow and Womblade來說呢 它的配合度呢 比之前 如果是打Catsune啊 效率呢 很高 和非常地配合度 基本上是完全沒有一個壞處 因為呢 你試想一下 如果它 要選擇它的Jaw 2 的功能呢 你要Band來一張 Attack Action Card 那本來平時呢 Attack Action Card 丟到Banded Zone 就沒有了 那但是Shadow and Womblade 就不同啊 如果你打 你扔這一張 這一張 這張卡 本來拿著一手呢 它呢 是不能加攻的 你打一個Land Attack 都不能加攻 它要在Banded Zone打出來才可以 那你這兩張卡 就完全配合到啦 這張卡 丟到它 它就可以Jaw 2 並且呢 可以選擇 就住你的手牌啦 如果你是有 Dragon Scaler 你可以Go Again的 你可以 的話呢 它的效果呢 你就可以選擇加1 如果你沒有那麼多 Go Again的話呢 你可以選擇Next Card 就Go Again 它的彈性都很大 所以這一張 基本上呢 跟Shadow and Womblade 非常之合 還可以增強你的手牌 攻擊力 所以非常之好 這張是下兩張的 那之後呢 要講一下Razer Reflex Razer Reflex 我們就會下2 其實它最重要呢 就是它除了可以加攻擊 打穿別人的房子 還可以再加一個Go Again 那整套牌呢 你可以看到啦 這些呢 就是1費 這些呢 就零費 那所以就可以給一個Go Again 那這個都會 配合到的 那其次啦 這一張呢 藍色來說 M呢 非常優質啦 Shadow Usher 它可以呢 在Banded Zone 打出來呢 就在手牌 有Banded一張卡 那就可以有3個Go Again 那同樣地啦 這些卡 你要在Banded Zone 打出來呢 才有效果的話呢 它兩張又可以配合到 那這樣呢 Command & Conquer 我都會下2的 雖然如果滾了下去 Banded Zone 就有點可惜 但是它有效地 逼人家要交輕擋 還有可以先拆掉別人 那另外這一張 就Legendary 它只可以下1張 Soul Ripping 那它呢 效果要跟大家講講 首先打出的時間呢 它本身是6費 但是假如你Banded 那卡的話呢 它就是0費的啦 那如果你是Banded 一張Banded 卡的話呢 你Banded 幾多張 它另外給你幾多Mana 那這一張跟剛才 Arts of War 或者Shadow Usher 那一樣效果 那打6 那另外可以給Mana 你免費出 如果呢 是打 光Hero 是有騷的話呢 另外還有高畫鏡 所以這張呢 就太厲害了 那所以它只可以下1張 那另外呢 那這一張呢 是整個 Shadow Womblade 或者Womblade 效率最高的一張卡 一費打5 還有2個Source 打1個攻擊3 打2R King 別人要擋了 就一定要 用2張卡擋 並且呢 它是在一個Lay Game那裡 譬如 如果對方只剩下1血 他只剩下1發防的 你只要拿到他上手 你知道你一定會贏 因為1發防是當不了2發箱 那 所以呢 整套爹呢 40張呢 那我們是RUN 16張 Non-Attention Card 其餘的呢 都是Attention Card 有Arts of War Incent 並且有Razor Reflex 是Attack Reaction 其餘都是Attaction Card 那大致上的Deck Build 就是這樣了 那介紹完 那麼 Deck List 都會在Description那裡有的 那希望大家呢 可以有個 Chain 的了解 那並且呢 那並且呢 會有Chain 的第二集 講一個 非常之 進取的 一個 的 那記得留意啦 拜拜